仁爱乡头85线道路因为年久失修路面破损严重 为了改善头85线道路现况 日前县长林明珍也会同公路总局及县议员林方宇前往现场会刊 针对即将施工的部分因应地方需求来进行讨论 希望在头85线道路修缮之后 能够让居民通行能够更安全更便利 这个头85线这个前厂大概9.6公里 这个路面都已经非常损害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县政府向中央公路总局整齐叫4600万 我们县政府要配合700多万的配合款 所以我们今天来废摊 就是先了解一下整个工程的设计方面有什么需要做改变的 我们为了要应地方的需求 希望有六个路段需要透宽的 我们会尽快地把它配合透宽 先议员林方宇表示 因为头85线道路是当地居民以及农产运输重要的道路之一 也感谢县长以及县府团队为保障用路人安全 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也希望会看后能够尽速来改善 让用路人能够安心 因为长久以来这边的进进出出的车辆蛮多的 也是当地一个农产运输的一个重要的道路 也是通往学校的一条重要的道路 长久以来年久失修 造成路面有些坑坑洞洞的 还有部分的路段需要改善 以及配合我们整体的地名的更换 所以说用了一些中央的经费 以及我们县府的配合款 希望说能够尽快地在这段时间来做一个路面的改善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林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能够尽速来施作 让居民出入以及产业运输 有一条安全的道路可以行事 记者陈文怡 仁爱香采访报导